我北漂來紅山 因為我跟著圖子走啊 韓國瑜到哪 攤販就跟到哪 因為那裡有錢賺 就連東港名產香歌倫 也被漂到高雄插旗鳳山 週六鳳山造勢形成寒流夜市 攤販備料加倍再加倍超壯觀 首先來看一下 烤鳥蛋的店家 這裡呢一顆顆的鳥蛋 這是鳥蛋小小游泳池 準備備料你看一箱箱這麼多 全部都是鳥蛋 還有後面這邊你看一下 香腸瀑布再度的出現了 現場香腸灘不只一家 走到哪都能看到香腸瀑布 備料最多的準備了三千條 還有一千片的雞排小山 跟魷魚屏風 一個晚上全部清空 壓倒性的收入 是過去小販們所無法想像 我北京都不會比較空空空 幾次都破紀錄了 在大祈山造勢一發爆紅的杏仁哥 也是常常跟著兔子走 營業額常常創下個人紀錄 一晚收入四萬賣到全身貪軟 真是賣到賣到 做到我都沒生 四個賣一個小攤販 做不到 杏仁哥說為了奉生這場 連續三十五個小時沒睡 但豐碩的戰果 讓他下一場選切之夜也不缺席 畢竟對小本經營來說 荷包肥瘦大於政黨顏色 東西賣出去 錢進得來 這才是百姓新生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